台宿集团创办人王永庆的原配王月兰女士 在去年7月1号过世之后 墓园选定几经波折 最后王文阳终于决定是让大妈王月兰安葬于观音山福园 就长眠在山前最孝顺她的掌息沉浸文旁 而不能让大妈和王永庆合葬 王文阳只说她已经尽力了 已经尽力了 我想大妈能够亮节 我已经尽力了 口中只说尽力 王文阳对于大妈王月兰长眠之地 为何不和王永庆葬在一起 反而悬在原配沉浸文的墓园旁 没有读说明 大家看看这里的风水有多好 真的 这里真的很漂亮 大妈是基督教 她已经跟耶稣在一起 一早9点不到 王文阳的坐车先抵达 随后王文阳就带着吕安妮 王思权和王思涵入内 准备参加葬礼 一是采用基督教礼仪准时10点入葬 二旁王雪红 王雪林坐车陆续抵达 而三忙则是选择一辆保姆车一起入内 王家人都来了 不过王月兰的娘家人似乎被挡在门外 让子孙张启宏很不满 一早8点半不到就在墓园外 跪拜磕头海格工队王文阳喊话 如果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自己 那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王先生让他的妈妈跟董事长长在一起 而把你移到这里来 如果要把你移到这里来 那我们应该让你移到我们 自己的娘家家与老家 让你落土归根 王月兰去年7月1号辞世 10月9号入恋 原本王文阳坚持 要把大妈和王永庆合葬 引起渲染大波 如今隔了半年 墓园选定几经转折 王月兰终于能入土为安 中年新闻张品荣 蔡佩玲 台北报导